第571张天灾线,当李洛他们这边第一颗净化灵珠种下后不久,在赤石城另外的方向,同样是有一颗净化光珠升起,然后将净化光芒倾洒下来,光芒所过处,幻境所造成的热闹沸腾景象也是随之消除。 简然,那是蓝蓝他们那边也是取得了进展。李洛收回眺望的目光,转向后方,此时那边正有着一道道光影破空而来,然后陆陆续续地落下身来。 那领先的两道身影,正是长公主,公神君。同时其他的队员,也是纷纷归队,此前袭来的强大异类,看样子是被灭除或者逼退了。 不过看得出来所有人都是经历了一番大战,即便是长公主与公神君,周深的巷力都是有些剧烈的沸腾,散发着一股强横的威压感,而其他的几名三星院的学长,更是身体上带着一点伤势。 李洛,此次你们立了大功,长公主并不吝啬对李洛四人的表扬,毕竟他们四人能够以相识境的实力穿过危险的街道,最终将第一颗净化灵珠布置成功,这绝非是一事。 不过眼下情况紧急,他也没有过多的说什么,而是雷厉风行的道,诸位,我们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趁现在急速推进,这座幻境的童话之力在加强。 我们只有不断地将净化灵珠布置下来,借助灵珠的净化之力来切割与削弱幻境,不然等到时候那大天灾异类出现,他在幻境内必然会获得实力的增幅,这对我们而言绝非好消息。 对此,没有人反对,即便是功神君都是表示认同。 现在的赤石城可是极为凶险之地,哪能有时间让他们好生休息。 见到众人皆是赞同,长公主再度看向李洛,道,此次第一颗净化灵珠是我们小队提供,下一次净化灵珠可由其他小队提供。 李洛点头表示知晓了,这净化灵珠的提供可不是小事,反而是带有文章,因为哪个小队提供的净化灵珠,那么之后节点形成后,自会论功行赏,而积分的分配,也取决于这些净化灵珠的来自哪个小队。 长公主这样说,显然是打算各个小队评分这座赤石城的积分,这是公平之举,不然如果他们试图独吞的话,反而会惹来其他小队的不满,到时候还没遇见大天灾异类,说不得他们的联合就得分崩离析了。 行动吧,接下来我们怕是有得辛苦了。 做好了提醒,长公主便是直接动身,倩银裹挟着棒驳相利,直接是冲向了赤石城更深处。 其他人纷纷跟随,一时间强悍的向力滚滚而动,气势也是异常宏大。 于是,在接下来的大半日时间中,李洛等人片刻不停,开始了不停地推进。 推进的过程,自然是一场凶险,一只只诡异而强大的异类接连现身,今天的大战不断地爆发。 莫说是长公主,公神军,江青鹅他们这些高手,就算是打酱油的李洛四个小小相失禁,在这一次次的推进中,都是不断地遇险。 李洛,陆明,孙大胜都是有所受伤。 当然最倒霉的还是祝宣这个蠢蛋,不知道他是不是被祸心一类污染过一次的原因。 在之后数次的推进中,这家伙又被污染了两次,污染状况一次比一次凄惨与恶心。 所以到得后来,李洛三人经过商量,直接是给他套上了铁链,缠得言言实实的,这样一来就算他被污染了,他们也能迅速地将他置住,免得给他们添麻烦。 当然他们这般艰辛的推进,也是取得了极为喜人的成果。 短短半日的时间中,一颗颗净化光珠不断地于赤石城内升腾而起,这些净化光珠形成了净化光幕,分割着这座庞大的幻境,渐渐地将其力量也是开始削弱下来。 此时若是在看向这座幻境,则是会发现赤石城内显得极为的奇异,一些区域人来人往,沸腾喧嚣,而一些被净化之力覆盖的区域,则是残缘断壁,枯骨丛生。 然而对于李洛等人来说,前者的繁华沸腾反而令人心寒,而后面那种凄凉之景,才更让人心安一点。 毕竟,再美丽的幻境,也是假象。 嗡,当又一枚镜化灵珠缓缓地升起,同时将镜化光幕如剧散般撑开时,李洛等人也是暂时地停下了脚步。 没办法,这一路推进过来,实在是疲惫,即便是长公主这般天诛镜的高手,白皙额头上都是有着许些的汗水浮现出来。 殿下,暂时修整一下吧,将青鹅眸子看来,建议道,此前大战太过得凶险与频繁,此时几乎人人都带着点伤,继续不见些推进的话,反而有损效率。 青鹅,能麻烦你再施展一道光明恢复术吗? 长公主问道,光明香力本就有着治疗恢复的能力,而将青鹅身怀九品光明香,这种效果更是厉害,他们这一路不间断地推进,就是因为有着将青鹅时不时地为他们进行恢复。 将青鹅闻言,倒是没有拒绝,毕竟这都是为了完成最后的任务,于是他纤细御手结印,很快就将一道橡树施展而出。 虎将树,光明灵雨,只见得光明香力弥漫,继而渐渐地化为细腻的雨滴凭空降落下来,而这些蕴含着光明香力的雨滴落在众人身上时,所有人都是舒畅地吐了一口气,感觉浑身都是暖洋洋的,此前的那种疲惫感顿时削弱了许多,身体上的一些被异类造成的伤势也是在迅速地恢复。 九品光明香,当真得天独后,赵北里忍不住地赞叹出声,光明灵雨树她不是没享受过,但却第一次遇见效果这么好的,显然,这是因为将青鹅身怀的九品光明香的缘故。 这一路,道真是多亏了江学妹,公神君也是露出温和的笑容,说道,江青鹅平静地道,公学长过欲了,李洛也是在伸手接着飘落的光明雨滴,她感受着其中弥漫的雄浑而精纯的光明香力,忍不住地感叹一声,她自身也能够施展恢复类的光明橡树,可与江青鹅这边比较起来,真的是云泥之别。 长公主笑盈盈地挽着江青鹅心细玉璧,道,青鹅的确是此次最大的功臣。 面对着长公主亲密的举止,江青鹅眸自动了动,却没有拒绝,然后她心细月眉头向赤石城深处,道,现在我们已经算是接近赤石城内城区了,但为何那大天灾一类依然没有出现? 对于她的疑问,在场所有人都是哑然,因为这同样是他们一路都在疑惑的点。 这座幻境是那大天灾一类精心营造,可如今她却做是他们任意的破坏,这怎么看都显得有点不正常? 难道是她故意要放他们深入到城内吗?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她,所以此举实在是有点多余,反而平白费了一座庞大的幻境。 算了,不管她究竟想要做什么,我们终归是要找到她,与她决战一场的。 长公主倒是洒脱,既然想不通对方的目的,那就先将这幻境彻底破坏,而幻境一消失,那大天灾一类自然也就会被暴露出来。 江青鹅轻轻点头,刚欲说话,她神色突然移动,眸光投向了赤石城最深处的方向。 因为在先前那一瞬,她敏锐地感觉到,在那个方向,似乎是有这一股极其恐怖的恶念波动涌现出来。 那股恶念波动,带来了极大的压迫感,而也就是在她有所察觉后树西,长公主,公神君也是猛地抬头,面色渐渐地肃然。 空,赤石城最深处,突然有赤红的光柱冲天而起,那光柱之内弥漫着无尽恶念之气,这些恶念之气之浓烈,仿佛是化为了无数争鸣怨毒的面孔于其中若隐若现。 而在光柱中央的位置,李洛他们看见了一条巨大的雪红尾巴在缓缓地摆动。 一股恐怖的威压,猛然席卷全城,在那股威压下,李洛的眼中忍不住地浮现出一抹经济之意。 城内某座高塔上,赤甲人影望着这一幕,忍不住地笑道,哎呀,压制不住了呢,都怪这些小子太狠了,把幻境拆成这样,把他气着了。 也罢,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好戏开眼的时候了,赤甲人影伸出手掌,轻轻一拍,而随着他手掌拍下的那一瞬,在那赤红光柱深处,那道趴伏在虚空,双目紧闭,背后摇曳着滴落着鲜血的巨大尾巴的妖绕人身上。 有一道雪红的符纹,悄然地燃烧起来,然后迅速地化为虚无。 就当那道雪红符纹消失的时候,那有着妖娆面旁的倩影,陡然睁开双瞳。 装目之内,弥漫着赤红,宛如两翁鲜血凝聚而成的血潭,令人不寒而栗。 第572章混集赛的决战,轰。 当雪红光柱中那道身影睁开血瞳的时候,有滔天般的恶念之气冲天而起,顿时这次时程上空恶念之气弥漫,仿佛是形成了层层粘稠腥的黑云,无数恐怖的诡异低语声开始响起来,并且对着在场众人心中无孔不入的钻去。 长公主,公神君,江青鹅等人皆是面色凝重,眼中充斥着浓浓的忌惮之色。 如此威势,这次时程中,果真是存在着一支大天灾级的异类。 那可是相当于天相境的实力啊,而纵观他们这里的人,最强的,也只是天诛境,比起天相境有不小的差距。 但好在的是,他们人数占据着优势,而且如同蓝蓝,公神君,长公主这些人,皆算是同阶中的精英。 拥有着超长的战斗力。 所以即便是面对着一支大天灾级的异类,他们也并非就没有胜算。 而当那大天灾显露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突然有着一道道光影疾虑而来,正是察觉到异壮急忙赶来的蓝蓝等人。 果然是一支大天灾,蓝蓝现身,面旁也是变得凝重起来,眉头紧锁。 看来此次真是要拼命了,那秦月也是叹了一口气,与一头大天灾相斗, 这可是以前他从未有过之事。 各位,接下来可有什么计划? 一名队长问道,长公主翘脸露出思索之色,而后率先说道,这次时程内,除了这大天灾异类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异类尚存。 这些异类也不可不防,所以我建议有我们八位队长联手对付大天灾异类,其他三星院的学员防备其他异类出现搅局。 当然,青鹅你这里还仅能够多留意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帮我们分担一点压力。 在场的天珠镜队长闻言,都是神色动了动,目光也是看了江青鹅一眼。 所以说江青鹅如今只是地煞将接的吉煞镜,这与他们这些天珠镜还差了一个境界,但没有人会真的小看于他,九品光明相的存在,足以让他拥有着越阶圣敌的能力。 而且光明相本就对异类有一些克制效果,所以如果江青鹅能够找到机会出手的话,说不得会对那大天灾级异类造成不小的威胁,而这,则是能够缓解他们的压力,从而增加最终的胜算。 对于长公主的话,江青鹅也是轻轻汗手,眼下的大天灾异类是大敌,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自然会出手。 长公主健壮,俏脸上浮现出一抹明艳的笑容,而后又看向了李洛他们这些一心愿,二心愿的小拖游平门,道,在我们与大天灾异类交手的时候,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那就是趁这个时间,把剩下的净化灵珠都布置出来,而一旦到时候净化节点完全成形, 不仅会尽数扫除幻境,而且那所形成的净化之力也会对赤石城内所有的异类造成压制与消融,甚至就算是那大天灾疾异类,也会受到削弱。 所以此事至关重要,希望你们能够完成。 说到最后,长公主神色也是变得有些肃软起来,给人一种压迫感。李洛等人赶紧点头,毕竟大战当前,他们身为队伍中的一员,也的确必须有所付出,不能真的完全去当累赘。 而长公主的这番布置很是妥当,所以其他的几名队长皆是点头,表示认同。 空,也就是在这边做好安排的时候,那城中央的滔天雪光陡然爆发,下一瞬,所有人都见到了一只血淋淋的巨大尾巴,于虚空中缓缓地摇动。 那雪红尾巴异常的诡异,其上的每一根心红的毛发,都是在散发出一种凄厉的叫喊声,那声音之中蕴含着无边的痛苦与怨恨,这令得尾巴摆动时,整个天地间都充实着那种凄厉的声音,令得人不寒而栗。 目光顺着血淋淋的尾巴转下去,便是见到一个面容妖娆,身段玲珑有致的女子。 女子脸颊上挂着柔媚的笑意,然而那一对血红的瞳孔,却是让得在场的众人都是心头一寒。 眼前的大天灾异类,除了身后的血红尾巴过于诡异,其他的模样,倒真是与人足没什么区别了。 而众人明白,越是四人的异类,那么其实力也就越是强大。 兮兮,当那血纬一类出现的时候,天地间顿时有着柔媚的娇笑声响起,那笑声带着一种莫名的魔力,落在人的耳中,就令得在场除了八位队长外的其他人心中生出了诸多的欲望,进而渐渐身体发热,滚烫起来。 渡灵神静心,不要被其引诱,他能够勾动人心欲望,而欲望强盛起来,便是引火烧身。 将青蛾单手结印,有光明相利绽放出来,而在那光明相利的覆盖下,众人皆是感觉到内心一抹清明浮现,当即急忙屏蔽双耳,不敢再听那诱人的娇笑声。 熙熙,群尾一类摇曳着血淋淋的尾巴,欲足一点,树膝后,便是直接出现在了众人的前方。 他血红的眼瞳扫过众人,妖娆的脸颊上虽然带着柔媚的笑意,但那眼中蕴含的凶残与阴森,却是怎么都遮掩不住。 这血尾一类虽然有一副与人族完全相同的皮囊,但其内在,却依旧是一类之形,所以他也没有任何要交流的想法,一念一动,这尺时成各处就有着其他的恶念之气爆发而起,显然其他的一类也被他催动而来了。 望着那一头头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强横异类,长公主,蓝蓝等人神情威名,然后挥了挥手。 顿时其他的三星院队员,直接是在江青鹅的率领下,开始拦截那些试图参与进来的异类。 而后八位队长身影升空,一道道棒驳强悍的向力光红冲天而起,在他们的身后,皆是有着璀璨天珠成形,吞吐着天地间的能量,一股股强横威猛的气势,不断地扩散出来。 八位队长联手,这般威势,倒是将那血尾一类的威压抵挡了下来。 七夕,均为一类阴森的血童打亮着面色凝重的八人,红唇中发出娇媚的笑声,下一瞬,只见天空上那由恶念之气所形成的重重黑云之内,突然有刺耳之声响起,而后众人便是见到有八条血淋淋的锁链自那黑云中暴射而出,宛如八条血龙,直接对着蓝蓝,长公主,公神君等八位队长破空袭杀而去。 这一刻,虚空都是在剧烈地震颤起来,迎敌,蓝蓝面色凝重,周身水象之力如洪流般的流淌,仿佛是花为了浩瀚大泽,他声音如雷,已是率先一步踏出。 长公主,公神君等人也是在此时爆发出所有力量,正面迎上了来自血尾一类的恐怖攻势。 空猛龙,恐怖的能量风暴,与赤石城上空,骤然席卷。 棍集赛最后的决战,终于是在此时拉开了序幕。 第573章话语权的转移,恐怖的大战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更快以及更猛烈。 军委一类的出手,弥漫着凛然杀鸡,八条血淋淋的锁链如雪龙般的咆哮而动,裹挟着滔天恶念之气攻向了蓝蓝,长公主,公神君等八位队长。 空,八位队长不敢有丝毫的保留,棒驳雄魂的巷力冲天而起,身后璀璨的天珠在此时疯狂地旋转起来,吞吐着天地能量。 驾一瞬,八位队长皆是施展出了强大的橡树,顿时天地坚不断地有龙银声响起。 一道道威力惊人的龙江树宛如陨石坠落般,各自轰向了对着他们攻来的如龙锁链。 然而碰撞的瞬间,八人的面色都是忍不住地出现了变化,因为他们所施展的橡树在这一刻,几乎是轻易地被那血淋淋的锁链直接洞穿,那锁链至上流淌的诡异鲜血,似乎是具备着某种极为可怕的侵蚀能力。 诸多橡树,瞬间就被击破,八位队长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急忙掏出自身一道道金眼宝具,借助宝具之力,这才显显地将血淋淋锁链抵挡而下。 好恐怖的大天灾异类,李洛等人望着这一照面下就献出一分狼狈的八位队长,既是有些变色,眼中有惊骇之色涌起。 眼下这八位队长,可是此次圣杯战中实力最强的八位学员了。 然而即便是八人联手,一时间也被这学尾异类压制住了。 由此可见大天灾异类究竟是何等的恐怖,我们也别发呆了,赶紧行动吧,趁八位队长缠住大天灾异类,我们必须尽快把净化节点布置成功,到时候净化光照笼罩下来,也能够削弱这大天灾的实力。 陆明深吸一口气,提醒道,如今学长学姐们都各自有任务,净化灵珠的布置就只能靠我们了。 李洛笑了笑,然后他的目光看向了八人中那一身白衫,显得潇洒出尘的敖白,道,敖白学长是须将近,是我们之中最强的实力,所以接下来的行动,或许还需要仰仗学长了。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即便是景泰虚纳骄傲的性子,看向敖白时都显得客气许多,毕竟人家好歹是圣悲战二心院最强称号的获得者。 虽说须将近还不算是真正的迈入地下将接,但总归比他们这些话相断第四便要更强一筹。 奥白文言,谦虚笑道,李洛学弟客气了,这次时程凶险万分,我这须将近算得了什么,想要完成学长学姐们交语的任务,还是得靠咱们其心血力。 奥白的姿态,倒是让人如沐春风,即便是高冷的陆鸣,都是翘脸露出一丝笑颜,多看了这位虽然取得了二心院最强学员称号,但一直都颇为低调的学长两眼。 奥白兄不愧是咱们二心院扛顶者,此次布置净化灵珠,我等一定与你马首是瞻,你若是有什么指令,尽管吩咐便是。 祖宣在此时突然笑咪咪地开口说道,说话的时候,目光不着痕迹地掠过了李洛。 在此前奥白没有在场时,他们这边的路名,孙大胜都是以李洛为首,这一路而来,他感觉自己实在是有点被针对。 更过分的是李洛这家伙后面竟然还用铁链将他缠着走,虽然他被污染的次数有点多,但也没必要如此折腾他吧。 这家伙,摆明是因为此前的一些下戏在针对他。 所以对于敖白的出现,祖宣最是欢喜,有了敖白这位虚江高手,在这个队伍里面,李洛的话语权无疑就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祖宣的话虽然说得隐晦,但李洛还是敏锐地察觉了出来,只不过他并未在意,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毕竟所谓的队伍话语权实在是过于的幼稚,又没什么实质的好处,这有什么好在乎与争的。 他还巴不得敖白能够站出来,带领他们把剩下的进化灵珠布置完成,这样还能够省心点。 祖宣的话,倒是引起了其他人的赞同,毕竟论起实力的话,敖白不仅是二心院的学长,而且还是在场最强者。 面对着众人的重心捧月,敖白面线无奈,笑道,马首是瞻之类的话就别说了,大家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反正之后推进,我们同心协力就行了。 他这态度,又是引得众人点头称是,不要默默唧唧了,赶紧动身吧。 他,尊大圣则是不耐烦地说道,上面打得惊天动地的,他们还在这里说这些没用的废话,也是让人烦躁。 欧白笑着点点头,而后也不再多说,转身就一马当先地对着下一个进化灵珠的布置点急迟而去,在其身后,一行人赶紧跟上。 李洛掉在队伍后面,速度不紧不慢。突然他感觉到一道优箱靠近过来,眸光一抬,就见到陆明来到他身边,低声偷笑道,李洛,你的位置被顶踢了呢。 李洛白了他一眼,无聊,陆明轻笑道,放心,我还是支持你的,因为我感觉你比那个凹白更靠谱一些。 我要你的支持做什么,咱们一群打酱油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趁现在其他异类都被吸引,把进化灵珠布置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坐下来看戏了。 这些队长打得过那大天灾道好说,打不过,那就抓紧时间捏碎灵径早点跑路。 李洛撇撇嘴巴,说道,道也是有道理,陆明笑了一声,然后美目看了一眼高空上恐怖的战斗,眸子终略过一抹担忧,道,也不知道八位队长呢? 能不能打过这大天灾,而且,你还记得那个神秘的赤甲浆吗?直到现在,他都未曾现身,如果他不是在赤石城那倒是好,可若是他潜藏在暗中,说不定是一个比大天灾级一类更可怕的威胁。 李洛沉默了一下,那个神秘的赤甲浆,他又如何会忽略,毕竟说不得其所在的神秘势力,就是颠覆黑风帝国的罪魁祸首。 我们现在可没有那个多余的力量去管赤甲浆,他一直不出现也是好事,最好能够拖到等我们解决掉大天灾。 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此人惧怕雪甲联盟,早已经逃之夭夭了,毕竟雪甲联盟此次骑袭红沙郡,他应该也是未曾料想到的。 李洛说道,希望吧,陆明惊叹一声,如果那神秘的赤甲浆跑了,对于他们而言的确算是最好的消息,不然此次的混集赛,当真是低于难度了。 在两人说话间,队伍却是在迅速地行进,而得益于高空上的大战,再加上江青鹅率领的三星院学员吸引了大多数一类注意的缘故,李洛他们这边倒是很顺利地穿过了几条街道,然后抵达一处布置点,迅速地将进化灵珠布置下去。 而后队伍没有停留,继续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位置。 接下来的十数分钟时间内,李洛他们的成果倒是颇为的丰厚,三颗净化灵珠成功布置,净化光芒弥漫,倒是将这幻境分割撕裂得更为厉害。 这期间也遇见了一些麻烦,但在一行人的联手下,倒是有惊无险地通过。 而连李洛也不得不承认,有了敖白的加入后,他们推进的速度提升了不少。 去将近的实力,的确比划相断第四遍要强上许多。 如果能够这样顺利地把进化灵珠全部都给布置下去,李洛其实也很乐意诚心地恭维敖白两句,同时以他马首是瞻,毕竟说好话又不要钱。 而当八支队五个有分工的时候,在城内某处的高塔上,那道赤甲身影,也是时刻在窥探着城内的动静。 他最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高空上长公主、兰兰等人鱼学伟一类的交手上面。 这八个小家伙,倒的确不愧是个大学府的顶尖精英。 是甲将微笑着评价着,八人明明只是天诛镜的实力,但各个天赋不弱,战斗力也是远超寻常同阶。 这般人物,不论放在那里,都绝对是人中翘楚,如今他们八人联手。 虽说刚开始有些狼狈,可渐渐地开始配合起来的时候,倒也是真的将学伟一类给限制了起来。 最起码,能够把局面僵持住,而对于这个僵持的局面,赤甲将是最乐于所见,因为他就是需要两边都得油尽灯枯。 不过这些相试镜的小东西,手脚倒是挺快的。 突然赤甲将的目光,看向了城内的某处,那里不断地有着一颗颗净化灵珠升起。 这些净化灵珠乃是学府联盟打造而成,专门用来针对恶念之气,效果极强。 他当然也看得出来,一旦这些净化灵珠技术布置出来,就会形成一座净化节点。 到时候净化之力弥漫下,这座幻境自会被消除,而且最重要的是,玄伟一类也将会被压制与削弱。 以赤甲将的眼光,自然知晓,那八位天诛镜的小子,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时机。 净化节点成形时,就将会是他们反扑的时刻。 赤甲将面具下的目光,微微闪烁,轻声自语道, 好不容易让这两边斗得不可开交,所以可不能让你们这些小老鼠把大好局面给破坏了。 他的视线,刺拾穿透重重幻境,投向而纳在他眼中宛如一群小老鼠的小小相识进门, 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在了队伍最前方那一道白山潇洒身影上面。 第574章变故,恐怖的大战,于赤石城内不断地爆发。 高空上那一处顶尖的战场最为引人注目,一波波巨大的能量风暴时不时地横扫开来, 连天际上的云层都是被蛮横地撕裂,下方庞大的城市都是在这种交手下不断地震颤, 也亏得如今这座城市早就是死成,不然光是这种交手的余波,便是会造成不小的伤亡。 蓝蓝,长公主,公神君等八位天诛镜的顶尖学员,此时正倾尽全力地联手缠住学尾一类。 天空上,时不时地有着玄伟一类那妩媚的嬉笑声响起, 只是那般笑声落在下方正不断挺进的李洛等人耳中, 却是带来了无边的寒意。 大天灾一类,着实恐怖,即便是面对着八位天诛镜学员的围攻, 依旧是占尽上风。 而除了顶尖的战场外,城内其他的方向,还有着不可小觑的战斗, 那是江青俄所率领的三星院学员与其他那些一类的战场, 虽说此前那些小天灾疾异一类都被解决掉, 但于下来的这些灾疾异一类实力依旧不可小觑, 但好在有江青俄这定海神镇镇守, 光是他一人之力,就拖住了五只灾疾异一类, 杀得他们节节败退,大涨士气。 所以三星院学员组成的防线,倒还算是稳固, 不会让得这些异类闯进最中心的战场, 继而队长公主他们造成干扰。 接下来就是李洛他们这边, 论起实力,他们这一组,自然是三组人员里面最弱的, 队伍里面实力最强的就是敖白以及盛民王学府二星院的原班山, 后者在院集赛的时候败给了敖白, 但自身实力也要笔住宣这些话相断第四遍的二星院学员强横许多。 他们这半个时辰下来,全速挺进, 接连布置下了六颗净化灵珠, 这般效率,算是不低了。 当然,这主要也是因为江青俄他们那边动静太大, 将诸多强横的灾疾异类都吸引了过去的缘故。 哦,当有一颗净化灵珠缓缓升起, 扩散出一片令人心安的净化光幕时, 李洛等人皆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 再有三颗净化灵珠,节点就能成形了。 队伍最前方,敖白的声音传来, 让得所有人脸庞上都是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只要净化节点一成, 到时候就能够彻底破掉这座幻境, 而且净化之力爆发下, 就连那大天灾异类都会受到压制, 那时局面必然就会出现偏移, 他们的胜算则会大大的增加。 走,加快速度, 奥白一声令下, 而后率先对着另外的街道冲去。 其他人则是纷纷跟随, 就连落在后面一点位置的李洛也是立即跟上。 对于奥白成为队伍的核心, 他的确并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他跟在后面能够稍微滑水一下, 反而更轻松点, 虽然大多数的异类都被江青鹅他们吸引走了, 但时不时还是有着残余的异类出现, 而奥白这个队伍核心, 自然会吸引更多的火力。 他倒是巴不得奥白顶住所有的压力, 让他们能够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 在李洛心中想着这些的时候, 队伍已是自残破的街道上急驰而过, 半分钟后, 就转入了另外的街道。 而就在他们闯入这条街道的那一瞬间, 突然有一股怪风不知从何时卷起, 直接就对着众人呼啸而至。 那怪风颇为诡异, 虽然众人周身时刻有相力涌动保护自身, 可在这一瞬, 却是被那怪风禁术的消融, 顿时所有人都是遍体冰寒起来。 脚心, 可能是异类来袭,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德里洛一惊, 急忙力声大喝。 所有人顿时惊慌起来, 体内相攻剧烈地震动起来, 相力禁术涌动, 驱逐着身体上的冰寒, 同时目光戒备地盯着四周。 但是让人惊疑的是, 那怪风席卷而过后, 却并没有见到任何异类的踪迹, 街道上, 寂静无声。 什么情况, 尊大圣眉头紧锁, 嘀嘀咕咕地道,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去, 这般诡异的寂静持续了一分钟, 有人忍不住地问道, 敖白学长, 现在怎么办? 听到此话, 李洛眼神倒是一动, 他看向队伍最前方, 只见得敖白修长的身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同时也并没有回应其他人的问话。 李洛眼神威名, 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而在敖白身后, 那圆斑山也是感到有些奇怪, 他伸出手掌抓向前者的肩膀, 担忧地道, 敖兄, 你怎么了? 哄, 就在圆斑山手掌落在敖白肩膀上的那一瞬, 突然有一股惊人的象力猛然尖刺后者体内爆发而起, 同时敖白五指成拳, 反手便是一拳如奔雷般地轰到了满脸错愕的圆斑山胸膛之上, 扑痴,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得圆斑山毫无防备, 当即一口鲜血狂坑而出, 壮硕的身体倒飞了出去, 在那地面上查出数十米的痕迹, 直接当场被轰成了重伤。 这般变故, 直接把众人给吓傻了, 谁都没想到, 敖白会突然间对圆斑山出手。 而且, 也因为他们这瞬间的呆滞, 那敖白又是趁此闪电般的出手, 梁道长颖浮现, 裹挟着一场雄厚霸道的项力, 宛如重重巨浪翻滚, 迅速地对着距离他最近的两人狠狠拍去。 尖锐的破风声乍响, 两人之中, 就包括了一直跟着敖白, 试图与他拉近关系的祝宣。 此时的他面色惨白, 面容惊骇的道, 敖兄, 你疯了。 虽然他与敖白一样都是二心愿的学员, 可双方的实力差距, 却是相当之大, 如今敖白全力一掌拍来, 他只能亲近全力的鼓动相力, 仓促迎上。 空, 可撞击的瞬间, 他就更加地明白了双方的差距, 敖白的相力宛如巨浪翻涌, 瞬间就将他自身的相力摧毁, 而后距离如山洪般的倾斜而至, 将他胸膛都是拍得塌陷了下去, 鲜血狂喷地倒飞出去。 短短这不过数息的时间, 那距离敖白最近的三人, 包括袁半山, 皆是被重创。 造成这般结果, 主要还是因为敖白的袭击太过的让人意想不到。 不过好在袁半山, 祝宣他们的遭遇, 给了后面一点的李洛等人回神的时间, 他们皆是满脸惊骇, 身影急忙地暴退, 拉开了与敖白的距离。 敖白学长, 你究竟怎么回事? 锦泰须满脸铁青, 力声道, 尊大圣, 陆明也是满脸的亥然与惊疑, 这变故来得太过的诡异与突然, 谁都没想到, 作为他们这只对五只手的敖白, 突然会对其他的人动手。 李洛面色殷勤不定,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垂头的敖白, 道, 恐怕这位敖白学长, 已经是有些身不由己了吧。 锦泰须, 孙大圣, 陆明三人文言顿时眼瞳一缩, 你的意思是, 他被控制了, 陆明咬了咬银牙, 低声道, 李洛没回答, 因为此时的敖白, 缓缓地抬起了头, 然后在场的四人, 便是悚然一惊。 敖白的模样, 面无表情, 再无恶此前那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而且最诡异的是, 在他的双瞳中, 竟是有一只生有暗红双翼的诡异飞蛾。 却红飞蛾缓缓缓地煽动着双翼, 似是不断地分泌出血红的花粉, 那些花粉将敖白双瞳染成血红, 同时还不断地从眼角流淌出血红之物。 宛如是雪雷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第575章四音战敖白, 李洛, 警戒虚四人望着敖白眼瞳中那诡异的飞蛾, 心头都是猛的一尘, 看这个模样, 他们如何不知晓, 眼前的敖白, 明显是被那诡异的飞蛾给控制住了。 那飞蛾是异类吗? 陆明翘脸分外难看, 咬着银牙问道。 李洛苦笑一声, 这就不知道了, 不过能够猜得出来, 那诡异飞蛾应该就是先前那一阵怪风所引起, 而敖白又是位于队伍的最前方, 自然守当其冲, 于是就被那诡异飞蛾侵入体内直接当成傀儡般的控制住了。 这一幕, 让得李洛心头惊惧的时候, 又有些庆幸。 虽然眼下这种时候生出这种情绪似乎不太妥当, 可李洛明白, 如果这一次依然是他来做这个领头人, 那么敖白的位置就是他的。 然后现在被诡异飞蛾操控的, 也将会是他李洛。 连敖白这种虚将近实力的人, 连半点反抗都没做到就被操控住了, 李洛可不敢狂妄地说他就能够避免这一灾结。 所以可以说, 他李洛这一次算是侥幸地避开了一劫。 果然, 低调才是王道, 李洛悄悄地抹了一把冷汗, 这一刻, 他突然地有点感谢祝萱这个倒霉蛋了, 如果不是这家伙之前出言力挺敖白的话, 或许后者也不打算做什么领头人。 结果, 围过半个时辰, 直接变成了被操控的傀儡。 玩独自, 而在李洛这边庆幸的时候, 只见得那熬白那有雪红飞蛾煽动一翅的双瞳, 已是缓缓地抬起, 眼神冷漠无情地盯着他们这边还尚存的四人, 此前脸庞上挂着的和善笑容, 在此时早就消失得干乾淨净净。 在其周身, 强横地向力渐渐地生腾起来, 隐隐地似是在身后形成了一道头有龙角的银蜒光影。 上八品, 银角龙蟒香, 凹白的手中, 一柄银银三叉戟也是闪现了出来, 有寒芒与己肩流转。 麻烦了啊, 他可是薛将近的实力, 体内煞弓已经接近成形, 相力雄厚程度, 远比我们几个强悍。 尊大圣紧握着铁棍, 陈生说道, 李洛也是眉头紧锁, 凹白的实力无庸置疑, 人家好歹也是二心院的最强称号获得者, 薛将近的实力, 比起祝宣这些二心院的人强了不知道多少。 可惜, 如果袁学长还有战斗力的话, 那就容易许多了。 景泰虚无奈地说道, 李洛看了一眼不远处重伤倒地昏迷过去的袁班山, 心中同样是不满着无奈, 袁班山的实力仅次于敖白, 如果他没有受伤的话, 再加上他们几个人的协助, 要制服敖白应该不成问题。 但先前敖白被控制那一瞬, 第一时间就是队员班山下了重手, 直接将其战力废掉了。 如此刁钻狠辣的出手, 也不知道是无意还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三位, 看来接下来我们要联手了, 如果不将敖白学长击溃的话, 不知净化灵珠的任务, 可能就要完不成了。 李洛手掌一握, 古朴的直刀出现在手中, 他锁定敖白的目光, 也是渐渐地变得锐利起来。 虽然须将近的敖白对于他们来说相当的棘手, 但如今除了将其击溃,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哈哈, 有意思, 原本以为在这次时程中没有我们出手的机会了, 结果竟然还能和一位二心院的最强学员交手, 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尊大圣的眼中有炽热的战役声腾起来, 手中铁棍重重跺地, 地板顿时军裂开来。 少夸海口了, 我宁愿顺顺利利, 不要出这种幺蛾子。 路明白了这个战斗疯子一眼, 为好气地说道。 锦态虚面沉如水, 虽说跟李洛不太对付, 但他也明白, 现在的他们必须齐心协力, 不然只会被敖白逐个击破, 到时候若是耽误了进化灵珠的布置, 恐怕将会影响此次混集赛的成败。 所以他手掌一握, 青色芭蕉扇闪现而出, 李洛, 一起扒, 你我机实化相断第四遍, 我们两人联手, 正面拦截敖白学长, 陆敏与孙大胜从旁袭击, 如何? 锦态虚沉声说道, 李洛手持悬向刀, 偏了锦态虚一眼, 笑眯眯地提醒道, 那你可要拿出权力, 不要想着坑我。 锦态虚冷哼道, 小人之心, 说话间, 他已是直接出手, 只见得手中青色芭蕉扇猛然善下, 青色香蕉席卷而出, 跨为数百道青色丰刃, 带起尖锐的破风声, 对着敖白周身要害斩去。 然而面对着他的出手, 敖白却是面无表情, 银色香蕉如巨浪般自其体内爆发开来, 那香蕉横扫, 瞬间就将那些金色丰刃技术的抹灭。 锦态虚见状, 眼神威名, 这敖白的香蕉, 的确比他这种话相断第四遍强横了不止一筹。 若是单打独斗的话, 即便他身怀虚酒品风香, 恐怕也很难在对方的手中坚持太久的时间。 试探的招数就不必施展了, 平白浪费香蕉而已。 李洛望着锦态虚的试探, 淡淡说道, 说着, 他手掌紧握悬向刀, 体内的两座香蕉振动起来, 两股香蕉滚滚而出, 而后彼此相撞, 直接是化为了双向之力。 雄魂的向力与其身躯表面升腾而起, 同时他毫不犹豫地将雷鸣体催动, 空梦, 伴随着雷音在体内飞速地扩散, 李洛体内的血肉, 骨骼, 经络顿时得到了加强, 他的皮肤表面, 雷光流转, 身躯仿佛都是在此时拔高了一点。 第一重向神力, 李洛双臂震动, 轻筋如蚯蚓般地耸动着, 双臂肩有距离涌现。 一股压迫感随之而发, 感受着李洛身上传来的那种压迫感, 景泰虚的脸庞抖了抖, 此前两人就已经交过手, 所以他明白, 现在的李洛, 论起战斗力, 已经强他一筹。 虽然景泰虚不想承认, 但这却是事实。 此次圣杯战结束后, 我就该全力冲击地煞将接了, 凭我的虚酒品风箱, 一定能够先李洛一步踏入。 景泰虚心中憋了一口气, 不过对于他这边的想法, 此时的李洛却是没空去理会了, 此时的他自身战力全开, 一步踏出, 身影便是宛如风雷般地对着敖白冲刺而去。 手中悬向刀阁空路斩, 刀光浮现, 孙寒之气涌动, 这条街道瞬间就被撕裂开光滑的刀痕。 而当李洛出手时, 景泰虚则是掠空而上, 酗酒品风临时形成的玄妙光影浮现其身后, 手中芭蕉扇挥动, 只见得青涩相立如暴风般的凝聚而来, 最后化为一道树杖左右的青涩掌印, 当头对着敖白重重地拍下。 猿王三棍, 翻海棍, 另外的方向, 孙大圣抱吼如雷, 只见得一道巨大的棍影仿佛是掀翻了海浪, 裹挟着沉重之力, 狠狠地砸向敖白。 敖白后方, 雷鸣响起, 露鸣纤细的身影闪现而出, 此时在他那玲珑有致的郊区上, 同样是流转着与李洛一般的雷光, 隐约兼有雷鸣声传出, 显然, 他也是催动了此前修成的雷鸣体。 于是力量, 速度皆是获得提升, 惊雷玄剑, 露鸣冷喝出声, 一道缠绕着雷霆的剑光, 快若奔雷般地轰向了敖白后背。 在这短短片刻间, 此次圣碑战中最为出彩的四名一心愿学员, 便是对着那位二心愿最强的学员, 形成了围杀之局。 第576章破绽, 面对着突然被莫名飞蛾所操控的敖白, 李洛, 景泰虚四人几乎是倾刻间就形成了围杀之局, 四人没有半点的留守, 一出手, 就是杀招。 毫不留情, 因为他们明白, 敖白自身乃是虚将近的实力, 论起相利雄厚程度, 远超他们任何人, 虽然他们四人也都算是一心愿中的佼佼者, 但这之间的差距, 依旧没那么容易弥补。 所以出手之间, 皆是权力施违, 四人虽是第一次联手, 但凭借着各自过人的战斗经验, 那所形成的联合攻势, 倒也算是颇为的默契。 四到气势汹汹的攻势, 竟只展向敖白周身要害。 而面对着四人倾刻间的围杀, 敖白的面旁没有丝毫的波澜, 唯有眼瞳中诡异的雪红飞蛾缓缓的煽动双翼, 不断地分泌出血红的物质, 令得其眼瞳更为的空洞与目染。 真假,有漠然空洞的声音, 在此时突然从敖白的嘴中传出。 下一瞬, 他的身躯表面突然有相力爆发, 相力凝聚间, 竟是形成了一具银色的灵甲, 灵甲覆盖其身躯每一个部位, 其上四十名刻着奇特的龙纹, 隐隐间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威压。 空, 自人的攻势重重地斩击在了敖白身躯外那具银色的灵甲上。 顿时有金铁之声爆发, 火花剑射, 自人的面色坚实一变, 李洛眼神凝重地盯着敖白身躯外的银色灵甲, 即便他手持悬向刀斩下, 虽说斩碎了许多的灵片, 但却并未真的将灵甲砍穿。 由此可见, 这层灵甲究竟是具备着何等惊人的防御力。 我看过敖白的情报, 这是他最为擅长的防御像术, 乃是一道低阶龙江术。 脚心, 他这道防御像术, 还具备反弹之效。 锦太虚迅速地说道, 而锦太虚的声音刚落, 敖白手中的印法突然一变。 翁, 伴随着其印法的变化, 只见得其身躯上的银色灵甲突然有流光转动, 仔细看去, 仿佛是一条龙影在转动, 而后龙影巨围猛然横扫一拍。 空, 一道狂暴的力量顿时如山红爆发般倾泻而出, 四周地面直接被撕裂。 而李洛四人也是面色一变, 那股反扑而来的力量裹挟着敖白自身的向力, 可谓是如百众巨浪拍击, 那碰撞的瞬间, 四人身躯皆是一阵, 然后就被震得极急后退了十数步。 体内气血都是在此时有些翻涌起来, 靠墙的防御, 李洛眉头紧锁, 这敖白已须将近实力施展而出的龙江术, 防御力不可谓不惊人, 先前他们四人联手, 竟然都未能将其打破。 他所修炼的龙灵真假据说分为两层境界, 银龙灵与金龙灵, 索性现在看来他这道橡树还未能修到金龙灵的层次, 固然今日就算我们四人联手, 恐怕也没有一成的胜算。 景泰虚音沉沉地说道, 看这样子, 他对敖白的情报倒是知晓得很是清楚。 龙江术的威能, 果然远超虎江术。 李洛暗自感叹一声, 看来等圣杯战结束后, 他也应该开始修炼合适的龙江术了, 因为随着如今所遭遇的对手越来越厉害, 虎江术的威能已经开始有些满足不了他的需求。 只是龙江术的施展对于香利的雄厚程度要求颇高, 此前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半圣杯战之前他不过才当进入化相断没多久, 香利还并不算雄厚, 再加上龙江术的价值远超虎江术, 即便是在他们洛兰府的藏书库中, 龙江术也算是少见, 所以想要找寻一部适合他的龙江术, 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眼下他们这四人中, 除开有些特殊的孙大圣外, 也就只有景泰虚修成了一道低阶龙江术, 但他那道龙江术更多是因为需求品封铃使吞吐天地能量给予的加持, 这才能够施展出来。 不过我如今距离拜将接不过一步之遥, 等圣杯战结束后, 倒是有资本修行龙江术了, 为了日后的腹计之变, 我必须准备更多的底牌才行。 在李洛心中想着这些的时候, 那前方的敖白, 却是开始了反击。 只见得其周身荧光涌动, 一步踏出, 便是如怒骄般的奔略而至, 手中三叉戟挥舞, 裹挟着凌厉至极的向力悬芒, 直接就对着正面的李洛与景泰须呼啸而来。 凶悍的静风扑面而至, 李洛与景泰须面色皆是变得异常凝重。 面对着一名须将近的正面攻势, 即便两人能够联手, 依旧被感压力。 但两人心性皆算是不错, 所以此时倒没有显露惊慌, 反而是运转相利, 全力迎上。 当,当, 全向刀与青色芭蕉扇裹挟着相利, 在那片刻之间, 与敖白手中的三叉戟交机, 顿时尹德相利激荡, 四周的空气都在这般渔波下纷纷地被撕裂开来, 传出了刺耳的声响。 三人奋力交战, 在这种正面交锋下, 李洛与景泰须的面色皆是开始变化, 因为他们此时才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眼前这位须将近学长所带来的压力有多强, 那每一次三叉戟的麾下, 都仿佛是裹挟着巨浪之力, 他们两人围挡几次, 就感觉到了双臂刺痛发麻。 李洛借助着雷鸣体的增幅, 倒是能够勉强将这种震荡之力硬抗下来, 可景泰须那边, 此时却已是虎口崩裂, 鲜血自双掌流淌而下, 显得颇为狼狈。 话相断第四变与须将近之间的差距, 在此时一览无疑。 元王三棍, 擎天棍, 而就在此时, 一道爆吼如雷般的乍响, 只见得孙大圣一跃而起, 此时他面目争鸣, 手中铁棍重重砸下, 那一瞬, 香力光芒涌动, 仿佛是化为一根琴天巨棍, 裹挟着棒薄煞气, 狠狠地砸向敖白天灵盖。 头顶袭来的弓势, 倒是让得敖白身影一顿, 而后其手中三叉挤化为一道荧光呼啸而下, 荧光撕裂空气, 犹如是蛟龙张牙舞爪的扑去。 砰, 巨声响彻, 香力滚滚, 尊大圣一口鲜血喷出, 身躯狼狈地倒射而出, 手中的铁棍都险些脱手飞出, 但却被他死死地抓住。 他自身还只是话相断第三遍, 比李洛与景泰须都要弱一筹, 如此硬碰, 自然是逃不了什么好处。 欧白空洞默然的目光, 锁定孙大圣, 准备先将其斩杀。 空, 可就在此时, 哭有雷鸣声乍响, 一道奇特的巷力波动弥漫而出, 只见得在场的孙大圣、 李洛、 景泰须等人突然变得扭曲起来, 而后凭空地多出了一道道的幻影。 雷鸣声回荡在敖白的耳中, 他的身形仿佛是变得凝制了一瞬, 眼瞳中诡异的飞蛾煽动的意识也是变缓了一点, 显然, 这些虚虚实实的幻影, 让得他有些无法分辨。 不过这种明智也就持续了一息, 而后敖白便是挥动着三叉戟呼啸而下, 在他那狂暴的攻势下, 不管是幻影还是什么, 皆是支离破碎。 但这瞬息的变化, 却依旧是被细心的陆明所察觉。 于是陆明倩影出现在了李洛, 景泰须身侧。 我发现那诡异飞蛾似乎有些惧怕雷霆相利, 如果我能够将一道雷霆相利侵入敖白雪掌体内, 或许可以将那诡异飞蛾震出来, 从而令他脱离傀儡状态。 陆明迅速地说着此前他的发现, 李洛与景泰须文言, 顿时有些惊讶,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 敖白雪掌的龙灵真甲一直庇护着他的身躯, 如果不将这层灵甲打破, 我的雷相之力根本侵入不了他的体内。 紧接着,陆明又是有些无奈地补充道, 他们四个人都只是话相断, 面对着一位薛江高手施展的防御性龙江树, 还真是有点头疼。 敖白雪掌的这道龙灵真甲像树防御力的确很强, 但也不是真没办法击破。 李洛微微沉吟, 道,敖白雪掌被那诡异飞蛾操控, 虽然能够施展像树, 可流畅程度还是不及正常状态, 比如眼下陆明施展的幻影, 那诡异飞蛾并没有辨别的能力, 所以我猜这飞蛾的灵智怕是不算高。 我建议有我们三人施展最强之术, 趁其被幻影迷惑的瞬间, 同时攻击一处, 以点破面, 击溃龙灵真甲。 孙大圣咧嘴笑道, 我可以施展魔元极异, 这是我最强的攻击, 不过此数我只能坚持十秒。 李洛眼神一动, 这所谓的魔元极异, 应该就是孙大圣所掌握的那一道残缺的封猴术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 或许这种状态下的孙大圣比他与景太虚都要强上一筹, 只不过因为这短暂的十秒时间被限制得太狠。 我也有一道龙江树, 景太虚拼了李洛一眼, 他那道龙江树, 自然就是在院级赛上与李洛拼到最后的天照风抹枪。 李洛, 你呢? 你好像还没修成龙江树吧? 景太虚微微有点得意地问道, 李洛淡淡一笑, 道, 还没修成龙江树, 你就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如果修成了, 那这差距也太大了。 景太虚轻哼一声, 道, 龙江树可不是你想修成就能修成的。 李洛却是不与他争辩, 微笑道, 你不必管我, 你们尽管将自身最强之术施展出来, 最后的破防, 交给我来便是。 景太虚狐疑地看了一眼, 但终归没有再说什么。 最后一道幻影消失时, 就开始动手, 李洛看了一眼前方, 路鸣制造出来的幻影, 已经在凹白的急引呼啸下, 即将尽数消失。 而就当最后一道幻影消失的那一瞬, 李洛三人眼神陡然凌厉下来。 成与不成, 就看这一次了。 第五百七十七章改良像术, 魔源极异, 当最后一道幻影被凹白的挤光撕裂的那一瞬, 孙大圣率先发动了酝酿许久的最强杀招, 只见得他的身躯在此时瞬间膨胀起来, 漆黑的光泽自皮肤上面扩散开来, 看上去宛如是黑色金属一般。 他体内的鲜血在此时沸腾起来, 血液与相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凝结起来, 进而开始在他的皮肤表面, 形成了一道道散发着蟒荒之气的皱纹。 皱纹呈现暗红色彩, 透着无边的凶煞之气。 而且, 还有幽黑的光泽在其身后宁极延伸, 竟是形成了一条漆黑的光尾, 宛如猿猴之尾。 尊大圣的双目, 在此时尽数的赤红, 其内有令人心计的狂暴之意生腾而起。 现在的他, 活脱脱的就是一头远古凶缘。 那由其体内所散发而出的凶煞之气, 就连一旁的李洛都是忍不住的有些色变。 尊大圣虽然只是画相断第三变的实力, 比他要弱上一级, 可面对着此时的孙大圣, 即便是李洛, 都由衷的有一种心计之感。 你在院级赛上, 是怎么打败他的? 李洛看向景泰虚, 惊讶地问道, 按照他的感应, 此时孙大圣的力量, 恐怕比他都要更强一筹, 而具备这种力量的孙大圣, 怎么会在院级赛上输给景泰虚的? 景泰虚文言, 淡淡地道, 他的封猴术并不完整, 一旦施展出此数, 其自身神智将会被煞气淹没, 现在的他, 就如同一头没有智慧的凶员罢了, 只要比其锋芒, 十秒之后, 他自然就会从这种状态脱离出来, 然后自身陷入虚弱。 李洛雅然, 道, 我还以为你是正面击溃他的。 景泰虚嘴角一抽, 道, 有更轻松的方式, 我为什么要选择最蠢的一种? 空, 而在两人说话间, 孙大圣那赤虹的眼瞳, 却是直接锁定了前方的凹白, 而后他一步踏出, 脚下的地面瞬间崩塌, 石板直接被其一脚踩的粉碎。 炸风呼啸, 其身影如蛮牛般的冲向了凹白, 他也没有施展任何的橡树, 只是握着铁棍, 直接就对着凹白胸膛重重的砸了过去。 刺耳的破风声乍响, 这一棍之下, 整条街道都开始崩裂。 一条杖许宽的勾壳, 直接将街道一分为二。 孙大圣这一棍之威, 看得李若为之动容, 因为他感觉, 就算是换作他, 若是选择正面应接的话, 都可能会被孙大圣这一棍所击伤。 风呼术, 果真名不虚传, 即便孙大圣这一道风呼术还并不完整, 但其威能, 依旧是远超任何龙江术了。 空,不过李若, 景泰须在面对着孙大圣这一棍时或许会选择避其锋芒, 但此时被诡异飞蛾所操控的敖白, 却并没有这份理智, 他没有半点的后退, 手中三叉戟裹挟着雄魂狂暴的向力, 荧光滑过半空, 四举龙甩尾, 下一瞬直接与孙大圣这惊天一棍, 硬汗在了一起。 宛如陨石相撞, 极其狂暴的向力冲击波以两人为源头, 骤然横扫开来。 一刀刀裂痕, 似蜘蛛网一般, 对着四周飞快地蔓延。 当, 而两者的冲击仅仅持续了数息, 孙大圣那撞硕如铁塔般的身躯便是猛地倒飞而出, 同时他的身躯开始迅速地缩小, 原本狂暴惊人的向力波动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削弱。 那是魔源极异的时间到了, 孙大圣身躯狼狈的倒飞出数十米, 撞在了一截断壁上, 一口鲜血喷出。 交给你们了,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咆哮道, 李洛与景泰须没有时间关注孙大圣的伤势, 因为他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的敖白。 孙大圣先前那一棍并非是没有剑术, 那倒棍营捅穿了敖白的脊光, 然后落在了其胸膛上。 所以敖白也是被震退了十数米, 在其胸膛处, 那银色的龙铃破碎了大半。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敖白眼瞳中的诡异飞蛾, 似乎也是在此时被那股力量震得有些失神, 一时间双翼的煽动都是变缓了下来。 低阶龙江树, 天照风魔枪, 景泰须没有任何的废话, 手中青色芭蕉扇煽动, 一柄能量重枪迅速地凝聚而成, 然后伴随着狂风席卷, 拜起刺耳的呼啸破空声, 趁着此时那诡异飞蛾还处于失神状态中, 快若奔雷般地对着敖白的胸膛位置轰击而去。 李洛与此同时, 景泰须报贺一声, 这是在催促李洛与立即施展攻势, 与他的攻势前后呼应, 因为凭借他一人的攻击, 不可能击破那层龙灵真假。 李洛深吸一口气, 体内相立在此时毫无保留地运转而起, 他的手掌紧握悬向刀, 刀刃之上似是有悬芒吞吐不定, 下一刻, 有波光灵灵的刀光凝聚而成。 景泰须见状, 眉头就是一昼, 忍不住有些失望的刀, 千流水刀术。 你果然没修成龙江术, 兼前李洛那般自信, 景泰须还以为他藏了一道龙江术, 但眼下看这模样, 李洛所施展的还是那一道他见过许多次的千流水刀术。 这一道像术威力固然不错, 但是终归只是虎将术罢了。 虽说李洛自身实力出众, 在其双向之力以及肉身力量的加持下, 即便是这道虎将术, 也能够爆发出极为惊人的威能, 但眼下他们面对的对手, 可不是同阶之人, 而是此次圣悲战二心愿中的最强称号获得者。 对于景泰须的失望, 李洛犹如未闻, 他盯着那在刀刃之上迅速凝练而出的刀光, 刀光波光灵灵, 犹如浪潮滑过海面时所带起的一缕水线。 千流水刀术是一道高阶虎将术, 也算是如今李洛所修炼的最为炉火纯青的像术, 而且他这一道千流水刀术的威力, 因为光明相立的融合, 这使得其内的水象之力的流动速度更快, 从而加强了其切割力。 而随着李洛对于千流水刀术的感悟加深, 他一直都在尝试继续地改造这道像术。 若是旁人知晓他一个小小的像尸镜竟然抱着改造像术的野心, 怕是忍不住要吃笑, 但李洛却并不在意, 他在像术上面的天赋, 就算是江青鹅都为之赞叹过的。 当年初进南风学府, 众人相攻皆是未开时, 他便是凭借着像术天赋, 成为了学府最耀眼之人。 千流水刀术是以水象之力的流动来形成的切割力, 其内流速越快,力量就越强。 然而直线刀芒形态, 却并非是流动的极致。 改变刀芒形态极为困难, 但此数中我融合了光明相立, 光明相立无形而变化多端, 所以我完全可以借助光明相立来形成其内的无数通道, 改变刀芒形态。 李洛的眼芒在此时疯狂地闪烁着, 同时心中冒出了无数此前早就有所推演的想法。 最终, 他眼神一凝, 不再犹豫, 体内的光明相立在此时尽数地流淌而出, 贯注进了刀身上渐渐凝聚的刀芒之中, 同时他心念一动, 这些光明相立开始在刀芒内形成了无数孔洞的通道。 这一步, 他已经经过许多次的试验了, 所以也算是顺利。 接下来, 便是改变刀芒形态, 李洛五指伸出, 猛然握拢, 只见的那一道如直线般的水流刀芒, 竟然是在此时开始缓缓地弯曲, 弯曲的弧度越来越大, 最后那首尾, 直接硬生生地连接在了一起。 直线的水流刀芒, 在这一刻, 扭曲成了一道圆形的刀伦, 当连接的那一瞬, 其内的光明通道也是直接连接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 顿时其内水向之力的流动开始变得生生不息。 那一瞬, 眼前的刀伦, 猛然间爆发出了嗡名之声。 一道道刀光环绕四周, 疯狂地的转动, 那所形成的切割之力, 竟是连虚空都是被刮出了细微的痕迹。 那一旁亲眼注视着这一幕变化的景泰虚, 顿时满眼的亥然。 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李洛此时那一道刀伦的威力, 突然间暴涨了。 这, 这还是千流水刀树吗? 那刀光转动的嗡名声, 他仿佛是隐隐听见了若有若无的龙吟声。 我的确还没修炼龙江树, 李洛迎着景泰虚亥然的眼神, 淡淡一笑。 不过我这改良的虎江树, 似乎也不逊色于真正的龙江树吧? 景泰虚心头震颤, 满眼的不可思议, 李洛这家伙, 竟然开始改良自创像树了。 这是相识静坐的事吗? 然而, 李洛却没有时间在意他的惊骇, 他手掌紧握悬向刀, 那一轮刀轮于刀尖高速的转动, 下一瞬, 李洛一步踏出, 手持悬向刀猛然斩下。 嗡, 驱空震荡, 刀轮破空而出, 脚下的大地瞬间被切割撕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光滑痕迹。 刀轮映照在李洛的眼瞳, 他面露微笑。 欧白学长, 试试我这新像树, 我把它叫做 尖流水刀轮, 第578章联手致敌, 嗡, 又黑的枪影贯穿虚空, 带起尖锐刺耳的破风声, 沿途阴暴不断, 一层层的气浪与气候不断的涌现。 正是景泰虚所施展的天照风魔枪, 趁着敖白眼瞳中那诡异飞蛾被先前孙大圣狂暴一棍轰的有些迟滞的破绽, 枪影瞬息而至, 直接是精准地轰击在了敖白胸膛处。 那里的银色龙鳞已是被孙大圣惊天一棍打碎了一些。 而天照风魔枪则是将这种破坏程度更加地扩大化, 只见得一片片由香力凝聚而成的银色龙鳞纷纷破碎, 但龙鳞之下, 依旧是有荧光闪烁, 仿佛是一道道银色丝线交织, 显露出极强的韧性。 奥白已须将近的实力施展出来的防御性龙江术, 对于李洛、 景泰虚他们这种话相断第四遍的人来说, 的确是麻烦至极。 不过, 也就是在此时, 李洛的攻势, 哭笑而至。 那是一道划过虚空的刀轮, 刀轮波光灵灵, 宛如是流水所化, 但却显得极为的璀璨与夺目, 仿佛是其内蕴含着星辰大日一般。 刀轮释放出了极为惊人的灵力刀光, 在刀轮高速的旋转下, 那种刀光的切割力更是达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层次, 此时这刀轮的威力, 怕是不逊色于任何低阶龙江术。 刀轮的速度也极快, 一闪之下, 便是撕裂长空, 然后狠狠地斩在了敖白胸膛之处。 芝芝, 刺耳的声音与火花同时的出现, 只见得敖白胸膛处的银色龙铃瞬间被切割开来, 龙铃破碎, 旗下的那些银色相立所形成的丝线, 也是在那惊人的切割力下纷纷的断裂。 如此惊人的攻势, 也让得敖白自身察觉到了危机, 当即一声咆哮, 只见得其身躯上荧光流动, 周深的银色龙铃纷纷化为银色光线对着胸膛处汇聚而来, 试图将波光凌凌的刀轮阻挡而下。 两股力量凶狠地碰撞, 一波波相立震荡, 引得那里的虚空都是出现了许些的扭曲之状。 陆明, 李洛见到这一幕, 却是神色一喜, 他已经将那保护着敖白周深的银色龙铃全部逼到了一起, 而此时的敖白身躯其他位置, 则是失去了银色龙铃的保护, 这显然就是他们所等待的机会。 而李洛的低喝声刚刚落下, 只见得敖白不远处的阴影中, 一道雷光猛的闪现。 陆明显然早就对此做好了准备, 只不过之前他对于李洛三人打破敖白的龙铃针甲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毕竟他很清楚他们与敖白之间的差距, 徐将近的实力论起相利雄厚程度, 跟李洛这种话相断第四变比起来, 真的强了太多。 即便三人都是东玉神舟一心愿中最为出类拔萃之人, 但人家敖白, 同样也是二心愿的最强称号获得者。 但最后的结果,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李洛那最后一击, 与他之前任何一次的出手, 都要来得更为的强悍。 这个家伙, 竟然能够改良橡树, 真是好惊人的橡树天赋。 陆明心思转动, 其实改良橡树他并不陌生, 因为他自身也是双橡者, 所以明白一种橡树中如果有两种相辅相成的橡栗配合的话, 的确是能够将这道橡树的威力提升竖成, 但李洛这一次的改良, 却是幅度相当之大, 他甚至都改变了橡树的形态。 从某种意义来说, 这已经勉强算是一种全新的橡树了。 陆明心虚流动, 但他的出手却是没有半点的迟缓, 当李洛的刀伦逼得敖白周身的银色灵甲汇聚一处时, 他的倩影已是出现在了敖白右侧。 而后其纤细双指并驱, 指尖有雷光缠绕, 犹如是雷霆指印一般, 直接对着敖白咽喉右侧的位置抱刺而去。 这一指若是落下, 定然能够截断那诡异飞蛾对敖白的控制。 但是, 就在此时, 敖白眼瞳中的诡异飞蛾犹如受到了什么刺激, 突然剧烈地煽动起双翼, 而出,从凹白的眼角射出来, 直接与陆明的雷霆指光相撞。 诗, 碰撞的瞬间, 雪光显露出了不俗的威力, 竟是瞬间就将陆明的攻势化解, 同时雪光仿佛具备着强烈的腐蚀性, 然后倾洒到了陆明身躯上。 诡异飞蛾的突袭,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这一幕, 也令得不远处的李洛与景泰须面色大变, 如果陆明被重伤, 那么他们此次的计划, 也就算是彻底失败了。 痴痴, 雪光沾染上了陆明的胶躯, 然而下一瞬, 他的身影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直接凭空地消失。 竟然是一道幻影, 李洛与景泰须心头皆是一阵, 陆明这时虚晃一枪, 骗过了飞蛾最后的防护手段。 空, 与此同时, 薄白的左侧, 一道倩影缠绕着雷光闪现而出, 他双指并驱, 这一次, 却是趁飞蛾无法回神的瞬间, 那雷光双指, 直接点在了敖白太阳穴之处。 空谋, 指尖有雷光暴闪, 雷鸣声大震, 雷霆相立自敖白太阳穴处直接渗透进其双目之中, 下一刻, 敖白的眼瞳中传出了凄厉的四名声, 李洛与景泰须能够清晰地看见, 那其中存在的诡异飞蛾在此时疯狂地震颤起来, 一缕缕的雷光缠绕在其身上。 这诡异飞蛾虽然有着操控之力, 但其自身显然颇为的脆弱, 一旦被力量波及其本体, 它也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 蜀蜥之后, 诡异飞蛾再也承受不住那一缕雷霆相立的轰击, 直接是凭空地破碎开来, 化为了血色的粉末。 这些粉末顺着敖白的眼角流淌下来, 化为圣人的血泪。 陆鸣飘身后退, 美眸紧张与戒备地盯着突然间停滞起来的敖白。 李洛与景泰须也是保持着警惕, 在几人戒备的注视中, 敖白眼中的血红粉末倒是继数地流淌了出来, 下一刻, 他突然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面色瞬间变得惨白起来。 几位, 给你们添麻烦了, 而后有沙哑的声音, 从他的嘴中传出来。 李洛四人望着敖白那渐渐恢复清明之色的眼睛, 倒是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敖白似乎是恢复了过来。 不过李洛还是保持着谨慎, 笑道, 敖白学长, 此事与你无关, 那飞蛾太过的诡异, 谁也避免不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建议敖白学长暂时不要动, 停在那里休养就好。 敖白文言, 苦涩的一笑, 道, 李洛学弟的谨慎是有必要的, 放心吧, 我现在相力消耗严重, 也动弹不了。 肩前他虽然是被操控状态, 但也能够看见李洛他们的战斗, 为了将他制服, 李洛四人显然也是倾尽了全力, 这才显显得手。 锦太虚, 孙大胜, 路铭三人也没有说话, 显然对于李洛的谨慎他们都很赞同。 接下来还有三颗净化灵珠, 此事就要麻烦四位了。 欧白就递坐下来, 三叉戟也被他收起。 欧白学长等我们的好消息就行, 李洛笑道, 然后对着三人使了一个眼色, 于是四人便是绕开了欧白, 零有过多的停留, 皆是赶紧对着下一个净化灵珠的布置点及时而去。 一, 高塔上, 一直关注学伟一雷那边的赤甲身影突然发出了一道惊一声, 而后他的目光投向了城中的某处, 那面甲下的眼中略过惊讶之色。 鬼蛾被灭了, 那四个相识镜的小子, 竟然解决了一名虚将镜。 赤甲人影泽泽说道, 不愧是个大学府中的顶尖精英呢, 还真是潜力不小。 不过他也没有过多的动作了, 因为他自身并不能离开高塔, 他需要在这里为之后的谋划做好准备。 所以他只是默然的一笑, 收回了目光, 也罢, 拖延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再持续下去, 那八个天珠镜的小子, 恐怕也快顶不住了。 第579章反扑时刻, 赤石城的上空, 一波波惊天动地的能量风暴不断地横扫开来, 在那种级别的风暴下, 整个城市仿佛都是在颤抖。 高空的大战, 极其的激烈, 八位天珠镜的顶尖学员倾尽全力地在阻拦着那学伟一类, 在他们的身后, 璀璨的天珠耀眼一场, 吞吐着天地能量, 其实惊人, 然而即便如此, 任谁都看得出来, 在双方的交战中, 寻伪一类处于绝对的上风。 此时的八人中, 类似蓝蓝, 长公主, 宫神君这般实力最强的道士还好说, 可类似秦月, 赵北里等人, 身上却是开始出现了伤势。 秦月最惨, 一条血淋淋的伤口撕裂了衣衫, 从右肩拉扯到小腹的位置, 这伤口异常地争鸣, 而且在那伤口处, 仿佛可见诡异的血红毛发在蠕动着, 这是来自血尾一类那条诡异的血淋淋尾巴, 这些血红毛发在阻拦着秦月伤势的自愈, 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此时的他, 面色苍白, 满头的冷汗, 但为了不拖后腿, 他则是咬牙硬撑, 而长公主等人也是明白他的处境, 所以倒是主动地为他遮蔽了许多的攻势, 以免他这边被血尾一类当作突破点, 如今他们八人联手本就处于练势, 如果有人被重伤出局, 其他人无疑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高空中, 长公主娇艳的脸蛋布满着凝重, 他手持轻御权杖, 倒到青光匹链不断地呼啸而出, 青光内, 有青鸾光影成形, 裹挟着惊人气势, 不断地对着血尾一类攻去, 然而他的这些攻势, 皆是被那血淋淋的尾巴一扫集散, 望着血尾一类那不断倾洒着鲜血的巨大尾巴, 长公主的眼中闪过浓浓的忌惮之色, 那血尾似乎就是血尾一类的力量源泉, 其上流淌的鲜血充满着极其霸道阴毒的力量, 若是被侵入体内, 连肉身都会被侵蚀, 难以化解, 每一次当那血尾扫过时, 他们八人皆是会狼狈地躲避, 这种局面, 可不能持续太久了, 长公主秀眉紧锁, 眼下他们八人基本都是处于防守的局势, 这倒不是说他们无力进攻, 只是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 那个时机, 就是净化节点的形成, 那时, 血尾一类将会被净化节点所压制与削弱, 那就是他们最好的反扑机会,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必须抓住机会果断地斩杀血尾一类, 不然越是拖下去, 局面对他们越是不利, 长公主在继续发动攻势的同时, 眸光则是扫过城内的一些方向, 当他再见到那一颗颗然然升起的净化灵珠时, 狭长凤幕中有着一抹欣慰之色浮现, 李洛这小子, 倒真是让人放心, 他红唇微挑, 轻轻一笑, 脸蛋娇艳明媚, 此前敖白的变故, 早就被他们这些队长所察觉, 刚开始时他们都有些惊怒, 毕竟谁都没想到身为二心愿中最强的人, 竟然会莫名其妙地被操控, 而身为虚将近的敖白, 对于李洛四人来说, 无疑是拦路虎, 若是李洛他们在那里被阻拦太久, 甚至会影响到他们这边的战局, 可他们都被学伟一类死死缠住, 自顾不暇, 自然也没有余力去帮助李洛四人, 所以只能祈祷他们自求多福, 可谁一开始又能想到, 最终的结果, 竟然是敖白被李洛四个一心愿的学员给解决掉了, 虽说这之间有种种限制的缘故, 但李洛四人无疑是给了他们一个极大的惊喜, 按照现在他们的进度, 净化节点应该很快就能够成行了, 西西, 而就在长公主心中为此而欣喜的时候, 突然高空上, 那学伟一类红唇中发出了柔美的嬉笑声, 这嬉笑落入人耳诗那样的动听, 可在场的众人, 却是闻之色变, 一个个都是身躯紧绷起来, 周身相力疯狂涌动, 因为从先前的交手中, 他们已经是摸清了这学伟一类的规律, 每当他发出这样的嬉笑声时, 就是其力量爆发的时刻, 绞心, 他察觉到了净化节点的成型, 可能要试图冲破我们的阻拦了, 蓝蓝急声力喝, 其他七位队长顿时心头一领, 身后旋转的天珠顿时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天地能量滚滚而来, 仿佛是在他们的身后形成了不同色彩的能量洪流, 一股股强大的威压盘踞高空, 与此同时, 学伟一类身后巨大的雪红尾巴轻轻逆摆, 只见得有一缕缕雪光从中升腾而起, 最后在学伟一类的身前, 凝聚成了八颗雪红的骷髅头, 骷髅头于高空游荡, 发出了刺耳的嘎嘎声, 空洞的眼眶中, 燃烧着雪红的火焰, 那火焰燃烧得越来越旺盛, 最后轰的一声,将骷髅头点燃, 而后八团鲜红欲滴的骷髅火球破空而出, 直接对着高空中的八位队长呼啸而去, 面对着那扑面而来的骷髅火球, 即便是连蓝蓝面色都是忍不住的一变,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那骷髅火球中蕴含着何等可怕的力量, 八位队长没有任何人敢心怀小觑, 他们毫不犹豫地催动了体内所有的向力, 迎向了那呼啸而来的骷髅火球, 处夕后,双方悍然相撞, 轰轰,露眼可见的能量冲击波与高空上肆虐开来, 八名队长皆是被震得气血沸腾, 面色俱变, 不过在他们的权力相迎下, 倒是勉强将骷髅火球给挡了下来, 而就在他们为此松一口气的时候, 秦月所在的位置, 他面前的那团鲜红火球内的骷髅, 确实突然发出了节节怪笑声, 而后骷髅嘴巴猛地张开, 一节干枯而漆黑的止骨, 滴落着黑色的粘液, 快若奔雷般地射出, 直指秦月眉心, 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得秦月面色惊骇欲绝, 显然, 那学伟一类也是察觉到他这边伤势最重, 所以将他作为了突破点, 秦月, 小心, 此时其他人也是察觉到了这边的变故, 顿时皆是骇然出声, 可他们自身都被骷髅火球所缠, 根本无法给予援手, 在那关键时刻, 秦月忍耐住内心的惊慌, 猛的一咬舌尖, 顿时一道雪剑裹挟着香力化为箭矢破空而出, 箭矢速度极快, 与那自骷髅嘴中射出的漆黑止骨相撞, 诗, 然而相撞的瞬间, 雪剑虽然将漆黑止骨融化了许多, 可却并未完全地将其力量化解, 于是, 失去所有防护手段的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漆黑止骨对着其眉心射来, 这种时间, 连捏碎灵静都不够了, 难道今日他秦月, 就得死在这里了不成, 而就在秦月为之绝望的那一刻, 突然其身后有耀眼光芒绽放, 只见得一柄燃烧着光明火焰的重剑自秦月肩膀上方穿透而来, 重重与那已经被秦月消耗了许多力量的漆黑止骨相撞, 当, 金铁声响起, 两股力量疯狂地对碰在一起, 互相侵蚀, 光明火焰生腾, 痴痴声中, 只见得那漆黑止骨就开始迅速地消融, 最后化为一缕黑烟, 凭空散去, 劫后余生的秦月冷汗淋漓, 长公主等人却是大喜, 目光看向秦月后方, 只见得一道纤细身影踏空而来, 绽放璀璨光明, 驱逐着漫天恶念之气, 正是江青鹅, 简然, 他已经解决了城内的其他异类, 然后开始支援他们这边了, 江青鹅玉手一握, 众箭落回手中, 一旁, 惊魂未定的秦月感激地道, 江学妹, 谢谢你出手相救, 江青鹅绝美地容颜一片平静, 他眸光看向其他几名队长, 道, 诸位, 时候差不多了, 听到他此话, 众人心头顿时移动, 似是有所察觉的将目光投向了城内的某个方向, 只见得那里, 一颗净化灵珠缓缓地升起, 那是最后一颗净化灵珠, 而当这颗净化灵珠升起时, 顿时爆发出一道道的净化光线, 这些光线穿梭在赤石城内, 将一颗颗净化灵珠近数地连接起来, 下一刻, 磅礴的净化光芒如月光斑地倾洒下来, 然后这次时程内的无数幻境, 都是在此时开始迅速地融化, 繁华喧嚣退去, 取而代之的, 是那枯骨杂草遍布的废墟之城, 对于这一幕, 众人心情格外地复杂, 沉重的同时, 又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净化节点成型, 那就代表着他们的反扑时机, 终于来到, 第580章队长攻势, 嗡嗡, 当那磅礴的净化之力形成光圈, 一波波地扩散开来, 最后直接是覆盖了整座城市时, 赤石城内的繁华与喧嚣在消退, 那巍峨的赤红城墙, 也是迅速地变得残破与斑驳, 短短数息的时间, 那原本还充斥着沸腾人气的城市, 便是变成了一座阴冷的死城, 满城扭曲的枯骨, 显露着此处曾经爆发了何等残酷的景象, 一座四面透风的残破建筑屋顶上, 李洛眼神复杂地望着四周变幻的场景, 此时在他的头顶上方, 一颗净化灵珠绽放光彩, 同时连接着城内的诸多净化灵珠, 随着这些净化之力不断地连接, 净化节点也在此时即将成型, 据说这次石城凡圣时, 有数百万人, 陆明轻声道, 即便是大条的孙大圣, 此时都是沉默下来, 那数百万人, 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这城中的累累白骨, 这些异类, 真的是凶残冷酷到了极点, 今日这里, 也是那畜生的买骨之地, 李洛抬起头, 望向高空那处将会决定最后结果的战场, 此时伴随着净化节点的成型, 城内的幻境也随之消散, 在这斑磅薄的净化之力下, 即便是那大天灾级异类, 也将会受到压制与削弱, 这将会是八位队长最好的反击机会, 先前八人虽说学伟一类压制得极为的狼狈, 这倒也不是他们完全无法抗衡, 而是因为他们在等待时机, 而现在, 时机来了, 赤石城上空, 当进化之力棒拨涌动时, 学伟一类顿时爆发出了暴怒的咆哮声, 那娇媚的脸蛋顿时变得怨毒与扭曲起来, 那原本诱人的樱桃小嘴在此时静是缓缓地裂开, 可爱的背齿银牙更是渐渐地变得细密尖锐, 有粘稠的鲜血顺着不断地滴落下来, 那血淋淋的巨大尾巴, 也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压制, 顿时变得萎靡了许多, 各位, 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蓝蓝在此时开口了, 他目光锐利地锁定学伟一类, 双手合拢, 指尖印法顿时变换起来, 化为一道道的残影, 不要再留手了, 拿出你们最强的手段吧, 听到蓝蓝的话语, 高空中, 其他七位队长四也是在此时松了一口气, 再拖下去的话, 我怕是连施展最后攻击的力量都快没了, 秦月苦笑着, 龙江树, 万山灵爵, 他双手合拢, 直接将自身最强的手段施展而出, 只见得棒驳香力如洪流般轰笑, 直接于其上方的虚空处, 形成了一座约莫百丈左右的暗黄色山岳, 山岳似是散发着无边沉重之力, 引得虚空都是在震荡, 龙江树, 玄冥离火, 照北黎面旁上玄光流动, 最后嘴巴一张, 一团深蓝色的火苗缓缓地飘出, 顿时间, 天地间温度大涨, 龙江树, 狮魔拳, 联宗狂笑, 全影正空, 带起了惊天动地的失笑之音, 拳风之间, 可见一头巨大的黑色狮子踏空而来, 散发着滔天凶力, 龙江树, 青鸾剑绝, 长公主玉手握着青玉拳杖, 无边的青光如潮水般地蔓延而出, 金光之内, 一朵青色剑连栩栩的生成, 莲花枝半转动间, 无边剑气冲荡虚空, 宫神君神色平静, 不起波澜, 他双指并驱, 指尖似是有银色的向力勾勒, 然后形成了极为精妙的向力符文, 这直接是领得其双指犹如诗玉画了一般, 金银剔透, 龙江树, 碧玉分海指, 各大队长皆是施展出各自早就酝酿许久的杀招, 当然最不可忽视的, 还是那位于后方一点位置的蓝蓝, 因为在其身后, 那道巨大的神秘影子, 再度裹挟着一种莫名而浩瀚的威压, 出现在了这天地之间, 面对着八大队长抱起的杀招, 即便是那宣伟一类, 此时都是眼瞳剧烈的一缩, 身后血淋淋的尾巴呼啸转动起来, 漫天雪雨开始降临, 动手, 伴随着长公主一声浇喝, 对掌门那气势凶悍的攻势瞬间发动, 顿时尖天地尖能量激荡, 尖锐刺耳的破风声响彻不停, 七, 军委一类爆发出尖笑声, 下一瞬, 漫天雪雨汇聚而来, 直接是在他的脚下化为了一片翻滚的雪海, 雪海之内, 似是有无数人影沉浮, 他们在其中发出绝望的惨豪声, 看那模样, 似乎正是赤石城的成名, 却还显然具备着极其恐怖的侵蚀之力, 其所存在的那一片区域, 连天地能量都是纷纷被腐蚀, 继而化为一种诡异的雪红能量, 军委一类尾巴一扫, 卷起滔天雪浪, 以一种遮天蔽日之势呼啸而下, 而后与数位队长的惊天宫是悍然相撞, 撞击的那一刻, 天地间的能量都是暴动了起来, 难以想象的能量冲击波, 一道道自高空上横扫开来, 由于波子上方渗透下来, 顿时将这座本就残破的城市更是摧毁得濒临彻底损毁, 李洛等人赶紧躲到断壁后面, 面带震动之色地望着天空上那恐怖的交战, 这就是天刚将接高手的战斗吗, 如此声势, 比起他们这些相失禁, 不知道强盛了多少倍, 天珠敬罢了, 戴德王后我也入四心院时, 说不得有那机会冲击一下天香敬, 在这冬域神州的圣雪府记录上留下一笔, 景泰虚淡淡的声音中显露出许些的傲气, 一个虚酒品而已, 还敢说这种狂妄之话, 你把江雪姐放哪去了, 人家堂堂酒品光明香, 难道你还能破他的记录不成, 露鸣不客气地讥讽道, 景泰虚顿时牙火, 有些郁闷, 他倒是差点忘了这一茶, 这一代的圣杯战中, 可是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酒品香呢, 据说天珠敬与天香敬是一个门槛, 东御神州诸多圣雪府, 却从未出现过在学院时就突破到天香敬的学院, 由此可见天香敬的进入是需要何等的天赋与资源, 李洛感叹一声, 说道, 天香敬毕竟是封猴前的最后一个境界, 故而也有着小猴敬之称, 难以晋升也是正常, 尊大圣说道, 听说那些内神州的圣雪府中, 似乎时不时地会出现那种在四星院时就踏入天香敬的巅峰学院, 陆明有些羡慕的道, 李洛轻轻点头, 那所谓的内神州凡胜无比, 得天独厚, 东御神州这种外神州与之相比, 恐怕只能说是贫瘠二字, 在那种级别的修炼条件以及资源加持下, 学员的成就自然也比他们更强, 这一点是天生的, 羡慕不来, 不过四星院的天香敬, 以将清俄自身的天赋, 即便是在圣玄心学府, 也未必没有冲击的可能, 甚至连他, 只要等他踏入地下疆阶, 将第三道后天之香填入最后一个空香, 三香加持之下, 他的修炼速度恐怕不会弱于真正的九品香, 到时候, 说不得连他都能去尝试一下, 轰轰, 而当他们在这里闲聊的时候, 天空上的能量震荡愈发的恐怖, 天地间狂风大作, 其间夹杂着狂暴的能量, 宛如刀锋一般, 令人不适, 刺人惊记的目光看去, 只见天空上那肆虐的学海直接适应生生地吃下了数道恐怖的攻势, 不过学海也并非是完好无损, 此时其规模比起先前, 明显地缩水了数成, 那学尾一类的气势, 也是不如此前那般凶威滔天了, 蓝蓝学长的冥王三败要发动了, 景太虚突然说道, 李洛心头一动, 目光一转, 看向了天空一处, 只见得那里, 蓝蓝身后的神秘影子愈发的清晰, 一股似是至尊至贵的气息, 缓缓地散发出来, 这一瞬, 似乎天地都将会屈屈其下, 王者之影, 蓝蓝的一缕头发, 在此时转为灰白之色, 而她的面色却是异常漠然, 然后她摇摇地对着学尾一类, 缓缓地弯身, 即身后至尊至贵的神秘影子, 也是随着她, 一点点地弯下腰, 空谋, 这一瞬, 天地震动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